镜中的自己变成了婴儿 男人抬起腿 里面也是相同的动作 这可把路过的美女吓坏了 定睛一看 她也变成了小女孩 只因他们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才会烦恼还童 就在刚刚 男人坐公交时 发现自己成了婴儿 吓得她紧跑几步 果然没有看错 她还不死心 急忙来到失忆镜前 自己竟然真的变成了婴儿 旁边的美女非常好奇 往里一瞅 她也回到了小时后 顿时一脸懵圈 见小伙跳起了舞 她也急忙加入 这时一个老奶奶路过 看到自己成了婴儿 她也跳了起来 我怎么看着有点老气 俩小伙也跑了过来 正是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没想到胡子哥 小时候竟然也长着胡子 白发魔女小时候 也长满了肌肉 没过多久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 摆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无一例外 他们都到了原鹰期 回到小时候的他们 非常开心 兴奋地跳起了舞 如果真有烦恼环童的镜子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怪兽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掉进深坑里 正在这时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正好砸中她的头 紧接着是第二块 第三块 石头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疼得我急忙给她点了赞和关注 随后她就缩了回去 退到阴暗中休息 睡梦中 一只爪子伸到阳光处 可下一秒 就落下一块石头 正好砸到爪子上 她非常生气 却无可奈何 抬头望去 深坑足足有二十多米 根本跳不上去 如果再不想办法 她就会活活饿死 为了活命 怪兽偷偷伸出一只爪子 然后暴露在阳光下 抬起头 闭上眼睛 向上面的人发起挑衅 随后无数石头落了下来 纷纷砸到巨兽身上 这次她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张开大嘴 不停地嘶吼 来刺激上面的人类 到了晚上 怪兽拖着疲惫的身子 把石头一块块摆好 经过一夜的努力 她又出现在阳光下 巨爪踩到石头上 一点点往上爬 此时的石堆足足有八米高 她看了看洞口 纵身一跃 终于抓住了边缘 随后一只爪子探了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石人 没准她的心里也有一只怪兽 这是死亡测试机 把手指塞进洞里 取一滴精血 测试结果是老死 女孩非常开心 戴上耳机 跑到马路上 下一秒 她就被撞死了 原来老死是被老人撞死 而这个大叔的测试结果是 跳伞而死 可自己根本不会那玩意儿 她一点都不害怕 没想到练球时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原来是被跳伞员砸死 第三个小伙上面写着辣妹 去沙滩晒太阳时 旁边的妹子非常热情 让她帮忙涂下防晒霜 小伙咽了下口水 转身就走 她刚想解释下 就被女人扑倒在地 原来辣妹是着火的妹子 第四个女孩非常兴奋 上面写着时间旅行 回去后就向闺蜜炫耀 闺蜜让她清醒清醒 说着把闹钟扔了出去 正好撒中女孩的头 她重重地摔到地上 刚摸了下头 就闪过一片绿光 她就穿越到古代战场 面对这个异类 人们纷纷举起枪 对准了她 最后的胖哥上面写着熊 因此她非常小心 放下心爱的小熊蜂蜜 就连小熊饼干也不敢吃 去森林野餐时 她也非常害怕 看了看手中的斧头 才觉得安心些 晚上更是抱着斧头睡觉 不料一夜过去 什么都没发生 周围根本没有熊的踪迹 这下蜂蜜可以随便吃了 可高兴没两秒 从垃圾桶里钻出一头熊 男人就隐恨西北 如果真有这样的机器 你敢测试吗 洗手液喷出 男人重重地摔到地上 手还被马桶盖夹了下 一扭头 厕所门被锁住了 怎么都打不开 突然灯光不停地闪烁 变成了绿色 她听到声音 掀开马桶盖一看 里面的水快速上涨 没一会儿就流了出来 男人见状急忙脱下西服 向马桶塞去 她跪到地上 死死往里按 可下一秒 一股水柱喷了出来 将她冲翻在地 吓得我赶紧点了散和关注 她用了各种方法 就是找不到出去的路 很快水就没过了腰 她急忙站到锡链池上 想打开天窗 可惜失败了 既然够不到天窗 她深吸一口气 一头扎进水里 想掀开地漏 可地漏早就疯死了 根本打不开 只好游了上去 而上面都是水 就在喝饱前 终于找到了通风口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上一推 盖子这才打开 她急忙把头伸出去 刚吸了口气 又沉了下去 眼看就要被淹死了 突然地漏打开 里面的水涌了出来 水位急速下降 很快就流霉了 不久后 男人醒了过来 这时厕所门缓缓打开 吓得她急忙爬了出来 只因她上厕所时 把尿尿到外面 尿完后还不冲马桶 更过分的是 把口香糖的包装纸 随意扔到地上 对指示牌的体势 丝毫不在意 这才有此一节 刚出来 就有个女人要上厕所 她急忙提醒道 女人给她一个国际首饰后 就进了厕所 没过多久 灯光就熄灭了 看了这部短片后 你有什么感想呢 死神把手伸进女人胸口 随后掏出一颗心脏 把她放到审判支撑上 另一端则放了根羽毛 如果心脏比羽毛重 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否则就会进入天堂 女人非常害怕 急忙点了三个关注 这才让审判支撑保持平衡 女人见状 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随后来到午膳大门前 中间的石门缓缓打开 颗里面黑漆漆的 根本不像天堂 她刚想反悔 不料被二哈一脚踹了下去 这边刚忙完 又走来一个女人 死神先把羽毛 放到审判支撑上 然后伸出血白的小手去掏心脏 不料被一巴掌打开 这下死神怒了 说我必须掏心脏称重 可小美根本不怕她 把手按在托盘上 这下死神懵了 小美说 我一生跌宕起伏 非常精彩 肯定比羽毛重 还想花十万块收买死神 把她放回去 死神彻底怒了 打开百宝箱 想让小美灰飞烟灭 可下一秒 因为点了三个关注 她就被神秘力量拉走 这下死神又不淡定了 怎么总不按套路出牌 画面一转 墓地里伸出一只手 随后小美从里面爬了出来 只见她小嘴一张 把体内的鸡叶都喷了出来 这可把她恶心坏了 紧接着又摸了摸胸口 发现心脏停止了跳动 无处可去的她 只好回到家中 透过窗户望去 阳光是那么刺眼 这时老妈听到动静 出来一看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急忙躲进厕所里 小美轻轻一推 门锁就坏了 她说自己不是诈尸 而是被神秘力量复活 老妈这才破题微笑 他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无数金币从书里钻了出来 这可把男孩吓坏了 她急忙合上书 堵住下面 可金币还是哗哗地往外冒 随后在地上转起了圈 不过她也是有原则的 只要看完视频点 你也会裁员滚滚 金币越来越多 没一会儿就盖住大腿 把男孩埋了起来 随着金币越来越多 最后从窗户里喷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早上小帅看书时 突然从书里掉下一枚金币 她看了半天 心想这肯定是别人落在里面的 就没当一回事 当继续读书时 又冒出了两枚 她以为这是恶作剧 把金币扔到一边 可下一秒 金币就哗哗地流了出来 怎么都挡不住 吓得她急忙把书扔掉 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 然后坐在床上 当看书时 竟然也掉出了金币 这也太神奇了吧 当两本书汇合到一起后 又有金币冒了出来 随后从淘宝上下了订单 买了本新书 没想到新书里也有金币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终于找到了财富密码 她不停地下订单 不停地看书 金币就源源不断地冒了出来 她还发现个规律 书越深奥 金币越多 于是买了本时空的秘密 刚打开书 金币就哗哗地往外喷 想指都指不住 没一会儿就铺满了地板 甚至整个屋子都装满了金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知识就是财富 这个土豆不是一般人 见同伴被厨师切碎 做成薯条 非常可怜 于是偷偷揍了过去 趁厨师不注意 将土豆拿走 等厨师反应过来后 又拿了一袋土豆 刚举起手 大砍刀就被枪走了 就在刚刚 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正好落到地球仪上 顺着台灯来到仪器上 瞬间打通了土豆的任督二脉 听说看完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都能打通任督二脉 这时看到同胞在厨师的刀下一分为二 顿时背从中来 他要救出小伙伴 趁厨师愣神的功夫 把受伤的同胞偷走 厨师顿时蒙了圈 土豆怎么不见了 随后又拿起一袋 倒在桌子上 刚举起刀 刀就被土豆抢走了 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 土豆趁此机会 把袋子推到一边 既然刀没了 厨师拿起土豆打开开关 将土豆全部倒进机器里 土豆丧尸见状 顺着电线往前走 将电源拔了下来 怎么机器不工作了 厨师趴在地上查找原因 突然看到一张大嘴 顿时吓了一跳 可他并不害怕 拿起削皮刀 上去就是两下 都被土豆丧尸躲了过去 他一抬头 一大盆面正好护到头上 他一脚踩空 重重的摔到地上 机器落到身后 把鞋带卷了进去 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土豆丧尸恐怖吗 地下钻出个水滴 看到红色汽车后 张开大嘴 一口把他吞了进去 体型瞬间变大了十倍 随后就受到了攻击 原来附近有辆坦克 又把坦克吞到嘴里 因为点了散盒关注 吃豆人这才逃过一劫 而旁边的小木屋可就倒了没 吃完后 他一跃而起 飞到空中 飞机也没能幸免于难 随后来到外太空 把月亮吞了进去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就在不久前 水龙头里钻出神秘水滴 看到桌子上的眼睛后 一口吞到了嘴里 有了眼睛 他更加任性 把红苹果吞了下去 紧接着是西红柿 连百式可乐也没放过 所过之处 什么都没剩下 不过体积越来越大 可来到屋里后 看见女孩在学习 她没去打扰 而是盯上了话筒 俯下身子 把话筒吞到嘴里 可一不小心 把可乐打翻了 女孩听到声音 看了过来 吓得水滴转身就跑 来到卫生间 一头栓进马桶里 女孩紧跑几步 盖上马桶盖 把它冲了下去 半天后 她从下水道钻了出来 一口吞掉了小汽车 随后就受到了攻击 女人见不是对手 转身就跑 可还是被吞了进去 不过赤豆人跑了 她来到外太空 开始吃起了陨石 她的体积越来越大 等水滴把地球吞进去后 身后竟然有个庞然大物 体积是她的一百倍 随后一口把它吃了 赤豆人嘴一张 把地球和月亮吐了出来 主人也成功获救 那么问题来了 这水滴到底是什么呢 我再次准备了 我再次准备了